感恩关心我的朋友,来聆听我,分享,跟我按赞 老师好,创码家人以及俊男美女们大家好 开心的时间到了,抽七级卡分享的时间 今天抽到的卡是张太阳卡的部分,专心与恒心 专注与恒心,修行必须要专注 守着一个方法,一门深入,才容易在修行路上获得进步 修行没有逢年过节的分别,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一日 时时都要守住心,这才是修行人,太阳圣德导师 抽到这张卡给自己的一个回馈 就是有时候想偷懒,有时候想放假的信念偶尔会产生 但是,当下休息了一下下,就想到要继续努力 但是呢,还是要力展习性,不能再有这种 偷懒的一个想法,这也是阻碍自己的修行 所以呢,在超码家人的实修实练当中 常与家人在一起,就会共振到 感受到,真的是专注恒心的重要 守着一门深入,守着一个方法 修行的道理也是一样 如果没有感受到危机的存在 有何理由非要勇猛精进的修行呢 如果自己自身能够觉知 就要今天的我没有精进 或者是在调整的角度上不够到位 就会延伸日后生命与灵命上的种种危机 如此一来,就有十足的动力鞭策自己 不断的成长精进 这个也真的是感受到很大的一个感觉 确实要秒秒察觉自己不能够疏忽 因为某个角度有可能就延续下面很多的 连语动作等等的 一个不对,一个偷懒时间飞逝而过 这时候要再激起直追 要花更大的劲 第二张卡抽到的是扩大心量 在每个境遇中 都必须要有人积己积的胸怀 如此不断的练习 渐渐增长设身处地为人设想的功夫 广洁善言 人生自然而然趋于平顺 太阳圣德导师 在这里讲的就是 要设身处地的用对方的想法 对方的感受去感觉 所以不能常常用自己的脑袋刮去思考 而是要去感觉 觉得它不断地练习 练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自然感觉的空间起来 也就是要宽容心更大的爱 心量的扩大 这里提到的是 丰盛的光对应到是 自古自经 命好的又想修行的人 毕竟是非常少数 往往都是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 看尽人情温暖 人生百态而有 无限感叹 才会开始学佛 信教等等的 包括我也是一样 所以真正的评级 透过修行真正的评级 不是没有钱财 而是碰到不如意 就会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 伤害别人的事情 这才是真正的生命评级 所以不论任何的事情 来考验我们的时候 一定能够处置泰然的面对 调整 这时必须时修时练 具备转念的功夫 以及各种逻辑 智慧的眼镜 再再丰富自己的 生命不再感受到匮乏 第三张卡抽到的是 智者谢天 有智慧的人 稍有一点成就 就会将荣耀跪于天地 真心赞叹天地给你的祝福 如此一来 正向磁场就会越来越大 把整个人 把整个人生造得顺顺利利 祸福连连 太阳圣德导师 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 经过一段的 学习 实修实练 真的感受到 天地之大 人类在天地之间 只是 一根 沙粒 甚至地球当中 要看到我们个人 真的看不到 甚至如果放大到宇宙 我们连灰尘都不是 所以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当我们稍微有一些成就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观念 一定要谢天 这时候 才能够 去掉我 因为修行的过程当中 这个我是 最大一个毒 第四张卡抽到的是 入心入灵 事情要做 就要做到位 不要沾个边就不见了 必须要让对方印象深刻 才能载入他的灵魂深处 一闭上眼睛 一闭上眼睛 就会想到你 太阳圣的导师 所以 自己要累积更大的正能量 当自己的正能量提升 只靠着实修实练 每天的基本步骤 一二三 立子规等等的 再加上与人互动 实修实练当中 渺渺感恩 与爱 发射出这种念头 脑意识泼等等的 这都是 今年累月 时时刻刻 滴水穿石 而累积而成的 所以 一定要先把自己 给做大位 不要沾个边 好像碰一下 这也就是说 在 抽到这张卡的提示 在于自己 一定要任何事情 心一定要入心入灵 当下一定要全神贯注 不能分心 所以抽到这张卡 也是非常感触很大 做任何事情 当下的专注力 当下的爱心 当下的感恩心 等等的 全都是在当下 念头一转 命运即转 今天非常感恩 大家的聆听 祝福大家 一切顺心 好感恩 咳 好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